所以很多也有很多我们学生说 那如果我的父母亲或者老年人 没有办法思维空性怎么样 那你至少说他们老年人或什么 你不一定要跟他讲 只能讲说空性 你叫他什么 持一个六支大明咒 六支大明咒的最深的意义 是像法王讲的 说圣与异 透游菩提心 空正见双云 当然这是有意义的上去说 他没有的时候 至少他先培养出一个号要 可是我们每一个往往就说什么呢 我说忘记他的真的本质 怎么样去说 我说我用那个方法就好了 是不是就变成我刚刚举的那个批语 真正可以进哈佛是什么呢 是我的学分 我的智慧够了 我们还说 可是你不能只这样子 你要有那个上进心 你要去进哈佛 和别人之后要学习的时候 他忘记前面那一段说 你就要去培养出你的知识 你的认知 你的智慧 你的学分 他说什么 对对对 人家说你要去 有上进心 要去想要进哈佛 这个就够的话呢 对我们有因缘去学习的人 这个才是自暴自弃的 可是如果没有因缘去学习的人 你是不是说什么 没关系 你先培养出那个 我未来要做这个嘛 我未来要去好好学习 他这个是在众东因缘当中 虽然没有办法种下那个主因 他是不是种到一个旁边的辅助的一个因素 说对啊 我就是要培养出 我有这个机会 纵使他在一天当中 他只要念一声的 或者念一句的 或是有一刹那的话呢 是我们都值得赞叹嘛 他在以前完全没有的时候 花了一秒钟 之后可能有的是一秒钟 变成两秒钟的话呢 当然从广的来讲 是不是很少 可是是不是比从他 从灵来讲 他已经迈出一步 已经算很好了吗